二十岁的郭伟奇 他在七岁的时候因为感冒 引发败血症截掉了四肢 当时外公伤心过度中风 三年之后过世 成为那心中永远的愧疚 二十三号的凌晨 他踩着三公斤重的一只 嘴巴里咬着外公的照片 登上了御山 他含泪向外公证明 虽然没有手没有脚 他一样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加油 双脚踩着碎石鹿 上上下下的斜坡 让每一步都走得特别艰辛困难 原因不是比别人骂咖 而是这双脚 原本就不是长在身上的一只 没有没有 顶着 把握到这 二十岁的伟奇 七岁的时候因为感冒 引起败血症 双手双脚全部截肢 为了向外公证明 没有手脚的他 也可以活得有价值 花了半年的时间准备 走到脚都流血 依旧坚持下去 花了比正常人多一倍的时间 伟奇摸黑出发 直到日出 才终于爬上主峰 在低温强风下 嘴巴咬着外公生前的照片 向远在天上的阿公证明 他没手没脚 也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记者陈家贵 赵正林 南投报道